之前一路學一件物件受力,如果兩件物件碰撞互相比力,那怎麼辦? 我們創作了momentum動量幫手解決 變一變f等於ma這條式,發現力就是mast x velocity,每一秒的變化 於是我們定了momentum是mast x velocity 如是者,momentum也是一種vector 創作了t過去,發現forsing time是change in momentum,或者是impulse 如果力度會隨時變化,就不可以直接forsing time 要用forsing time graph來處理 change in momentum,就會是graph底下的面積 第三題看到木的受力是用ft graph去表示 由於沒有fixion,graph可以代表resultant force a part,即是這個時段的面積 是30,即是木的change in momentum 是正30kgmps 到b part 如果他開始的時候,velocity是向左3mps momentum就會是-15kgmps 去到第10秒的時候,就加30kgmps 變成momentum是正15kgmps momentum如何幫助處理兩件物件的碰撞呢? 因為action and reaction pair的定律 兩件物件互相比力,力度是相同的 所以change in momentum互相同 就有了conservation of momentum的公式 講條式之前,首先定了條件 就是1、2號物件沒有外力干擾 u就是碰撞前的速度 而v就是碰撞後的速度 那這裡,即是碰撞前的1、2號物件的momentum總和 這就等於碰撞後的momentum總和 第四題A部分,就是用一條式 找B這個波碰撞後的速度 切成VB,拿向右做正 碰撞前的momentum總和 就是5乘5加6乘2 這就等於碰撞後的5乘5乘1加6乘VB 兩件物件碰撞前後的kinetic energy總和 可能會有變化 例如碰撞到板一聲 就是轉了做sound energy 所以碰撞分為elastic和in elastic elastic就是沒有損失kinetic energy 其中的perfect in elastic 就是碰撞後的兩件物件碰撞後 讓kinetic energy的損失去到最大 那可不可以賺到kinetic energy呢? 那就要有另一個energy的來源才可以 好像彈弓或炸弱一樣 甚至乎是阿波站在滑板上推開mary 都可以賺到kinetic energy的來源 第五題裡面 AB兩塊木是由彈弓彈開的 所以kinetic energy總和會有賺 就是來自彈弓原本的potential energy 看看A part 拿向右做正 切VB是彈開之後B的速度 因為momentum conserve 0就會等於1乘2加1乘VB 計算到VB是2mps B part的估計 就是假設彈弓本身的potential energy 全部變成kinetic energy 但既然會有幾倍的電源 彈開之後的kinetic energy 總和會有1乘1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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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4乘20 那麼所以就估計由彈弓原本的potential energy 就是4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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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mentum是vector 如果放在2D平面來想 分拆打橫打直的component 他們互不干擾,各自都會conserve,總和自然也會conserve MC第四題是問兩粒粒子坐埋後,momentum的總和 直接計算不到,因為這裡沒有給角度 事實就是想你計算碰撞前的momentum算數,即是2.5x4 因為momentum無論有沒有打橫打直的component,總和都會conserve 答案是B 最後這個2D的Case就像打桌球一樣 假設有個球撞落另一個停下來的球 如果是elastic collision的話,之後兩個球的路徑就會形成90度角